来咱们继续看下一道题目 小强看一本书 哇哉 这现在果然实在不一样 这个蟑螂也很有学习精神 小强看一本书 每天看15页 4天之后加快速度 那这意味着什么 他以每天15页的速度看了4天 相当于教题的前两句话放在一起就告诉你 小强看一本书先看了60页 好了看完60页之后加快速度 然后又看了这本书的5分之2 诶分例出来了 对吧 然后发现这个再看完5分之2之后呢 哦还剩下30页没看完 好现在让我们求这本故事书到底有多少页 那有了第一小题的经验 但算然教训的单位一就很容易找到了吧 所以同学们来回答我的问题 这道题的单位一又是谁呢 整个书 非常好 因为只有一个5分之2 这5分之2是谁的 是全书页数的5分之2 所以我们的单位就出来了 那就设全书的页数为单位一 好了单位一找到了 下面是不是要找对应的量和率吧 老师老师简单 像不如你说容易 你看5分之2 这率已经有了吧 量也有 你看前面有60页 后面有30页 我要卡一找 卡一除不就得了吗 什么60除以5分之2 30除以5分之2 或者90除以5分之2 反正这题一堆量一堆的关系呢 老师不用说了 这题我都能解决掉了 到底哪一个是吧 到底哪一个是吧 到底就硬菜了 是哪一个都可能吗 这肯定不对的对吧 要不这答案也不统一啊 好了 那同学们现在宣布正确答案 到底是60页答 30页答 还是90页对应的5分之2呢 亲爱的同学们 这三个通通都不是 那在这里也会奇怪 老师为什么不是呢 请你要听好我们的解题关系的一句叙述 叫做量率对应关系 明白什么叫做对应关系吗 就是这个量和这个率 也说的是一码是二才行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同学们 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分率 五分之二是什么 那我们把这个小强同学的看书情况 分成三个阶段吧 它的第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不是应该就是用15页每天的速度 是不是看了四页 是不是应该看了是 四天 看了四天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看了60页 然后第二阶段 是不是应该就是又看了全书的五分之二 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第三阶段 那是不是还剩下30也没有看吧 也就是说他能够把他看这个书分成了三步走 第一步先看60页 第二步再看五分之二 最后要把剩余的30页看完吧 那同学们来告诉我 这个五分之二对应的 是不是应该是第二阶段的这个对应的这个量吧 说的是这回事吧 那我要找的对应的五分之二的量 那说不应该也是他在第二阶段 看了多少页才可以吧 可是你看看我的60也好 我的30也好 或者是60和30的和也好 它们对应的是第二阶段的那个量吗 不是 是明明要么就第一阶段 要么就第三阶段 要么就联合 但总而言之 无论哪一个 是不是都没有讨论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吧 所以你用60也好 30也好 还是90去除以五分渣 是不是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除以五分之二 你是不是也必须知道 在这个第二阶段 小强看了多少页吧 知道吗 不知道啊 去我强哪知道去啊 对不对 那就意味着找第二阶段的五分之二 对应的是多少页 就比较困难了吧 那别着急呀 现在我知道的页数 是不是有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 那我要不去找找第一阶段的这60页 对应的是全书的几分之计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那你把五分之二减掉 那也只能得到是剩下的两个阶段 一和三这两个阶段的分率是多少吧 那第一阶段对应的 还是不知道 第三阶段对应的分率 也不知道 但是我能知道的是什么来的 对吧 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合在一起的那个总页数 应该占我整本书页数的几分之几 这个我能知道吧 因为第二阶段占了五分之二 所以剩下两个阶段就一共占了五分之三 而剩下两个阶段一共应该占据了 六十三十九十页 所以这要子的量率对应关系 不是那五分之二 而应该是五分之三和九十页的关系 好了 那同学们找清楚量率对应 下面就很容易解决了 做个图法 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 下面看一下具体的解析过程 设这本故事书的总页数为单为一 四天看了六十页 最后剩下三十页 那么这九十页应该占全书的五分之三 所以这本故事书就是九十除以五分之三 一共有150页 所以经过这要小题 希望从小注意 我们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量率对应关系 对应 你也指的是一码事儿才可以